各位街坊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這次為大家請坐的嘉賓是香港前天文台主任 胡鴻俊先生 胡先生 你好 你好 Lucy 你好 其實我都說你都不用我怎樣介紹了 因為過去十多年來 你差不多每一個星期都在電視上 為我們的香港人報導天氣 現在你就走了去英國 其實現在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見到你 每天都可以見到你 是的 以前我在香港天文台做科學主任 或者高級科學主任的時候 都有大約每個星期 後來少一點 每個月一次 跟大家在電視上見面的 因為輪班都不會自己做完的 不過現在沒有在天文台做了 過了來英國生活 自己開了一個頻道 在YouTube上面叫胡思頻道 現在反而每天跟大家講講天氣 又講講天氣 講講科學的話題 又講講其他用科學的角度 看一些統計數字 所以都有不同的題材 大家要看到我 大部分時間你上我的頻道 每天都會看到的了 嗯 我覺得英國的香港朋友就好 因為你也可以在那裡 為他們報導天氣 令他們可以微雨曝髮 你看到你差不多每天都有新的片照 是的 英國天氣都是我其中一個 最想做的節目之一 因為都知道不少香港人都過了來英國 一時未必適應英國氣象局 他們報天氣 或者BBC他們報天氣的方法 又或者一些老人家 或者英文水平都未必很舊 所以我用廣東話 就跟大家講講英國天氣 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特別今年年初打風 那時候都跟大家講過 連續那幾次打風 都很多人關注天氣的情況 那時候都特別多人看的 不過現在每天都會跟大家講回 英國最新的天氣 也都提點一下 這些天氣情況 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希望可以幫到 過來英國的香港人 我想問其實 胡先生 你在香港的時候 人工都超過了10萬 現在你離開了香港去英國 你開一個頻道 你可能沒有做其他事情 其實你的生活習慣不習慣呢? 現在 還有你知道現在大家都說 英國那邊的通脹很厲害 有些要差差不多 要去到百分之18 百分之20 能源都漲到幾倍能源的價格 是啊 在香港生活和英國生活 就真的很不同了 以前在政府做的 人工都不少 要跳出這個舒適 zone 都要有些勇氣的 幸好自己的生活要求 就不算很高 覺得自己不需要很多錢 都可以滿足到自己的物質生活 所以都可以的 講到通脹 其實我最近都很關注 其實如果跟英國銀行的數字 去預測 都會上到百分之13 左右 是有的 不過其實看到 其實部分的價格都開始下降了 例如在油站入油的價格 最近都開始下降了 希望這個通脹數字可以壓抑一下 另外能源價格也是 電費、煤氣費都加得不少 天然氣費 不是煤氣費 都加得不少 在英國的朋友都要適應一下 這些部分都是 我在頻道裡 都有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資訊 我自己有一個好奇 為什麼你的頻道叫胡思頻道呢? 這個又不是你的名字 我整理一下名字 叫胡宏俊 胡思 首先拿回自己的姓 姓胡的 姓胡的 我有思想 所以我想事情 就是我的思想 另外就是食字 胡思亂想 中文裡面都有這樣的四字成語 都說 調整一下 我想事情有時候都是胡思亂想 大家有事 如果你不喜歡 就不用這麼認真去對待 嗯 我之前也跟你說過 你是報導天氣的 我挺希望你幫我們看一看 關注一下香港的政治天氣 所以這個才是我們今天這個節目的主題 我也知道 看到你在你的節目上 都關注了香港的移民潮 還有你都有數字的 我想 可不可以請你幫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現在香港的政治天氣是怎樣的呢? 究竟移民的人數去到多少呢? 政治天氣就未必可以很政治地說 不過數字的分析 數據都可以跟大家說 還有給我認為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可以看到其實是統計處都不斷更新這方面的數字 如果看看長一點時間序列 這樣說吧 可以看到其實在統計處的數據 在2022年年中 香港的人口其實只有729萬多 這個比起去年同一時間 去年年中的時間 741萬多 或者再次一年748萬多 其實都跌了不少 差不多過去兩年 就是年中計 過去兩年 人口差不多跌了20萬 其實因素有不少 有幾個因素 如果用統計處的術語 就比較深一點 叫做正遷移 用我們簡單的說法就是移民 香港從來都有人口流動多的城市 有人移民離開 也有人移民入香港 離開香港的人 也有些去英國、加拿大、澳洲、美國 也有些回大陸 其實在2022年年中 對比起上一年的年中 其實有大約11萬人離開了 但同一時間 也有18000多人 持單程式回到香港 所以一流一回 香港在過去一年的淨遷移 總計的數字大約減少了 因為這個移民關係 就是減少了95000人 這也要解釋一下 移民其實都分不同的種類 有些就像我這樣 一心一意就來英國定居 應該就是 可見Journal 也未必會回香港 這是其中一類 有些人就未必 可能他本身 都有愛國的護照 看哪邊方便些 在哪邊生活 過去一兩年 因為疫情關係 也有些人因為疫情 就快離開 這部分 究竟是哪個原因 就是想著永久定居 還是比較長時間 來到香港 數字就比較難看 剛才說的就是第一個 影響香港人口的數字 就是移民 這是大範的 另一個細範就是 香港的出生減死亡的數字 如果是統計處的說法 就叫自然變動 簡單來說就是出生減死亡 因為香港過往這一兩年 出生減死亡是非常少的 如果你看看香港人口金字塔 五歲以下的人口可以說 斷崖式下降 每年出生的嬰兒都是創生低 到了2022年年中 其實出生的數字 比死亡的數字明顯少很多 所以自然變動 令香港人口也減少了 二萬六千多 再加上剛剛說過 移民的影響 也減少了九萬五千多 所以2022年 人口增長 香港是一個負數 這大約是十二萬一千多 其實在2020年九月 香港統計處發表過 一個香港人口推算的數字 當時股選 在2022年年中 香港人口大約會去到七百六十五萬 當然實際上就沒有發生 實際上 當時2022年年中 香港人口只是說七百二十九萬多 另外統計處 預計2023年 香港年中時候 人口有成 差不多到七百七十萬 相信這個是 在明年的年中 到這個數字 都相當低了 這裡也想看看 其實這是一個重要的數字 香港人口推選 可以說是其他 不同的政府 做規劃 研究 如何開發土地 房屋 都是跟這個人口推算的數字有關 如果香港人口推算的數字 跟實際上是相差了幾十萬的話 其實對於香港的政府 不同的政策 應該都會有一些不小的影響 我就不知道 統計處會不會 因應實際情況 因為都差得比較遠 會不會再提早更新 這個人口推算的數字 剛才看的那些 就是比較長時間的一個比較 例如今年和去年比較 去年和前年比較 可以再看看 就是在逛一兩個月 香港的人口出入流動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看回在6月和7月的時間 香港人經過香港國際機場 離開的人數 都是比入境人數多 6月是最多 當時離開比入境人數多了25,000多 7月還是多了16,000多 不過去到8月的時候 這個情況就有一個扭轉 大家都知道 香港政府就由一個 7天的指定酒店隔離 改造成3加4的政策 應該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8月的時間 其實有相當多的香港人 經香港機場回到香港 以至到入境的人數 比離境的人數 多了18,000多 9月開始就只有兩天 暫時來說 這個數字還未能做一個推算 至於8月有這麼多香港人回來 是不是就是回流呢 我自己的估計原因 其實有幾個 第一 真的有不少人回香港探親 旅行 旅行探親都在一起 因為特別有很多留學生 其實在外國可能讀了書 過去兩年 因為疫情最初有21天 接著有7天 暑假都不能回香港 很多假期都不能回香港 趁著現在比較容易 3加14就可以回香港 趁著這個時間 回香港探討父母 探討掌勞 有部份未必在8月 就會馬上回到英國 加拿大和澳洲 等到9月初才回到 所以這部份在數字上 暫時來說 就是回香港人口 要看9月的數字 才知道可以佔多少 另外 其實在同一時間 香港通過機場離境 人口其實也是不少 如果在8月來說 總共有10萬7千多人 當然這些人口 不是全部都移民 有些可能是去旅行 或者送小孩去讀書 又或者移民 也不一定去美國、加拿大、澳洲 或者英國 也有部份是回內地 但同一道理 其實在8月回香港的人數 只會留下1萬8千多人 只會留下1萬8千多人 如果經機場進入香港 就12萬5千多人數 相信也有不少部份 在內地定居了一段時間 就是回香港回流 即是說8月這個數字 其實包括了不同的數字 有Loma回香港探親 又未回到外國 也包括了離境 香港的移民 離開香港 可能去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 也有些入境 也可能包括了 本身在大陸定居了一段時間 不過看到大陸疫情 也有一定的封城危機 不如趁香港的情況好些 隔離政策比較容易接受 趁這個時間回流回香港 所以至少有回流的因素 也有些在 也不排除 有少部份可能 真的去到英國 或者其他地方 外國地方 都是不適應 都是選擇回香港 我相信也會有些人 不過暫時 以個人的經歷來說 這類人的數目 應該不算多 我相信 我估計 主要為什麼8月有個淨流入的因素 主要比較多 就會因為放暑假 很久沒見家人回香港 另外另外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在內地定居了回流回香港 這兩個因素 相信是比較主要的 那看回 看回現在 有一些訊息顯示 英國那邊可能會對BNO的政策 作為一個檢討 其實現在有沒有看到 看回英國那邊的香港人 就多了呢? 反正檢討的時候 有一些 好的消息 對BNO的政策 有更加放寬的跡象 我的理解呢 現在BNO政策 所謂放寬 其實只是針對 一個很小的年齡群 大約是18至25歲之間 父母有BNO身份的人 可以獨立 申請用BNO visa 途徑 過來英國 因為這個年齡群組的人 都是很少的 所以即使放寬了 對於整體的大數來講 應該的影響 是不大的 至於會不會將來 有機會再做一步放寬呢? 這個就沒有聽到這樣的消息 所以都比較難說 嗯 那上市有沒有 就是 你剛剛講到 八月份的 離開和入的人數呢? 反而看到入的人數會多些 其實這個是沒有 有沒有真實的 反映到香港現在的移民潮呢? 其實是九月份到十月份 這個是世界各地 其他國家都一樣 就是開和的高峰期 就是這個 有沒有顯示到 就是一個真實的數字 就是九月份左右 或者更加多的 香港的父母啊 家庭啊 希望將 趕快走一些移民出去 給一些子女可以 在初遍可以順利讀書 我相信呢 都會有一些 香港家長趕著在九月初 送子女去外國讀書 又或者是 子女本來在外國讀書 七月或者八月回香港 九月呢 就要回到英國 加拿大、澳洲、美國 開學都不定的 但是呢 就看回九月最初 那一兩天的數字 那就都不見 差得很遠 可能呢 其實那個數字呢 可能在九月十一日時間 才會反映 不過呢 就留意一下 其實英國如果公立學校 其實已經開了學 那 私校呢 就有些都是 幾天都會開學 那如果現在還沒反映呢 就是基本上 相信的數字呢 對於整體的大數來講呢 影響未必很大 可能九月呢 計算買單都可能是一個 淨流出多些的 但是呢 就相對於八月的淨流日 都有整 一萬八千多人 經機場的數字 那就未必是說 可以一個很大的因素 那照看這個暑假 就說是 是不是淨流出的人多些呢 那就都未必是 如果這樣看法就是 那英國那邊 那麼 有沒有一個數字 顯示到香港過去的 香港這邊過去那邊的 學生的人數呢 其實英國政府呢 都有公佈這個數字的 不過呢 我的理解 他的數字呢 就是包括了 是經政府安排的 中學和小學生的數字 那麼呢 最新的數字 應該大約是 一萬一千多人 以於applicants來計算 那麼呢 都可以說呢 就是 有一定程度上的學生 就是選擇了用BNO visa 或者是他的家長 選擇了用BNO visa 就是整家人移民 那麼 還有子女 在英國呢 就入讀State School 就是政府學校 但是是不是很多呢 看回香港的中小學生 加起來整體的人數呢 大約都接近七十萬 那麼你說一萬多 除以七十萬 其實那個數字 都是一點幾%而已 那麼 是有一定的數目 但是呢 又不是說真的佔香港的 學童的整體人數 就不算太多 最近也有些新聞說 香港縮班的情況都很明顯 就是兩年 那個少一個班數 都縮了超過一百二十班 其實呢 移民是一個影響來的 不過呢 我看一個更大的影響 就是香港人口 就是那個嬰兒數目 在過去幾年 是跌得相當之急下的 而且現在是在這裡開始 而已 今年六歲的小朋友 比今年七歲 即是上年入學的小朋友 都少了一些 暫時不算少很多 明年也不算少很多 但是後年開始就來了 因為今年四歲的小朋友 比起今年五歲或六歲的人口 是少很多 而接下來都是十級以下 即是三歲又少於四歲 兩歲又少於三歲 一歲又少於兩歲 每年都是抵減得很誇張 如果看回過往十年來講 即是現在零歲 和現在十歲的香港的人口 差不多都少了四五成左右 這個對於香港的教育界 都應該在 接下來幾年 都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即是香港的學生的人數 如果是不斷下降 首先首當其中 就是幼稚園 跟著就是小學 然後過幾年就輪到中學 似乎繼續縮斑 甚至殺效的情況 都很阻鎖滅 如果是陰兒的人數不斷地減少 你覺得是否都會 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響呢? 現在的新聞就看到 以前的 熱民 以及政治環境的影響 你自己覺得 你會受哪些因素的影響 未來會否持續繼續減少呢? 香港過去幾年 嬰兒數目大減 都受到幾個因素影響 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疫情 照計這個情況都很奇怪 因為如果你看看英國在疫情 比香港嚴重 特別是2020年和2021年 但嬰兒的數目其實沒有顯著下降 但香港是顯著下降得很誇張 而香港的疫情在大部分時間 其實都不嚴重 似乎純粹是疫情的影響 就很難解釋這個原因 另一個就是移民 我想有計劃移民的朋友 可能就想著 不如移民吧 定了居先 英國 在英國的嬰兒出生 可能就比較方便 可能也有些人會有這樣的選擇 當然就不同的政治因素 政治氣氛 或者有些朋友會不會因為香港 現在都有不同的新的法例要求 國安法 教育上面有新的規矩 所以都考慮到這些因素 決定暫時不生住 或者遲些才生 或者移民之後才生 這些都是不同的 影響了香港過往幾年的 嬰兒數目大減的一些因素 這就是我的推算 就是有沒有一個數字的推算 或者是明年、後年、大後年 這幾年之間的 嬰兒數字會減少多少數字 這個就是很難的 就是明年要看大家生產 爺爺肉的那些 現在都看到 香港一些新聞的報導 說幼稚園勞濕 有五千多名高低班的學生 這個學生人數差不多三十四間幼稚園 就是九龍區就更加嚴重 相當於八間的幼稚園 中小號的學生就漏濕了二萬五 都是那些 就是九龍區的那些名校 它這個更加嚴重一些 那根據民意研究中心 就是民意調查機構的調查 就是差不多香港的年輕人 就是18到22歲的年輕人 都有差不多百分之20%都 都差不多有移民 但是現在你總一點來看 就是你關注的移民潮 未來的移民潮 你覺得這個趨勢會是怎樣 我剛才提及的兩個數字 首先講一下幼稚園的學生大減 其實是受兩個因素影響的 一個因素就是本身幼稚園學生 那個適齡的幼稚園學生的人數 本身都是大減的 都是受到過往幾年了 那個是嬰兒出生的數目大減影響 這是其一 第二我想疫情也很大影響 因為疫情期間 其實很多學校和幼稚園都沒有辦法實體上課 如果你說通過電腦上螢光幕上課 相信對於幼稚園來說 的作用比較小 本身幼稚園也不是一個規定的教育 可能很多家長都未必選擇 一定要送子女去幼稚園上課 這兩個因素都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提及比較大的小朋友 例如高中或者大學生 其實我之前也做過一些分析 研究到香港走得最多的年齡層 就是剛剛大學畢業21歲 和之後的一兩年 走的人是最多的 可能因為大學畢業 可以去外國有深掃的機會 也有不同的發展機會 如果有BNO visa也很方便 有這樣的原因 令不少人選擇讀完大學 就差不多時間離開 或者朋友就選擇 不如直接去外國讀大學 所以年代18歲至21歲的群組 都是走得比較多的 簡單來說 香港走得比較多的年齡層 其實可以說有兩個 一個就是大學附近 入大學的時間 或者大學畢業的時間 或者之後一兩年 那個年齡層 可以簡單來說 18至23歲左右 這個年齡層就是中小學生 中小學生通常乘父母離開 不過父母的年齡就是 比較分散一個大一點的範圍 所以那個體育就沒有那麼清楚 即是哪個年齡就會多些 不過簡單來說 就是青少年和小朋友走的機會 就是比較大 我講回香港的政治天氣 這個問題不知道胡三會不會回答 現在你離開了香港 差不多出了那一年 你對香港人的政治天氣 你會怎樣去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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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現在一個 我還是想想想怎麼回答 可不可以我先問那個呢 先問金融峰會和走資那裡 之後你再說這個話題 走資? 我記得有些數字 我想想想想 我也要想想 現在我沒有數字 我現在看到有些報道 大部分的報道 等等我這裡有些 你可以問金融峰會那些 其實很容易 是啊 我就想用金融峰會 放進去 等你問還是我自己說 好啊 好啊 現在香港政府 原本打算11月 就舉辦一年兩天的 國際金融投資峰會 希望吸引全球銀行界 人士參與 其實之前香港政府 都想著 那個三加四的那個防疫政策 都不針對他們 連加測 那現在 雖然是他們提出了連加測 甚至欧盟的金融峰會 都是一個數字顯示 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想走 所以現在香港的政治 是怎樣呢 其實呢 現在香港 都仍然實行一個 三加四的一個 入境隔離政策 那看回環球的情況 大部分國家 都不當COVID 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很多地方 都沒有說再需要隔離 其實已經很少地方說 就是入境要隔離 那些地方甚至 有沒有打針 有沒有打疫苗 都不太理會 那如果是 就是歐洲 英國 美國 加拿大這些 都是採取一個相對 比較寬鬆的政策 那就算最近 韓國和日本 和新加坡 都開始有所放寬 那香港仍然都是 在做三加四 都是一個要求 對於一些 一些高層 金融的高層來說 我想都很難接受 那也聽說 11月政府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 針對於某些高層 就准許他們說 可以不用隔離 不過就聽 有些人說 那些高層都反而說 不需要了 這樣 因為都覺得很不平等 就是 那間公司和一班員工 就是低層的 中低層的那些 沒有這個優惠 但是高層的優惠 形象不好 就是不好看 所以 如果政府真是說 要做好一些 真是想再吸引外資 那些高層回到香港 我想最簡單就是 和外國開始看齊了 就是 再放鬆一些政策 就不只是高層了 就是所有人 都一起回到香港 不用再隔離了 0加7 或者是0加0 那樣 我想這樣 就對於香港 可以吸引外資回來 就會有好一點的幫助 如果說 只針對某些 很少的人 就讓他們放寬 就好像 形象不好 就好像 製造了特權階層 但是一般市民 都仍然要忍受這個3加4 或者一個 比較嚴苛的隔離政策 那就差一點了 其實我現在都知道 現在大陸那邊 還是在封城 現在二千萬城市的城都都封城 其他地方都有 其實現在香港 都屬於中國的一個城市 是不是香港政府 在這個抗疫政策上面來說 是不是都放鬆的機會都沒有呢 因為始終是 可能是不是不敢對抗中央 還有通關的這個政策 都說了很久了 現在似乎好像都 感覺上都要用無期 感覺上香港現在 新一屆政府好像比較少了 就是說和內地通關 但是好像有一些所謂的 一個逆向的隔離政策 我不知道最後會實施成怎樣 內地繼續行一個清零政策 香港沒有辦法都是夾在中間的 究竟是要跟內地還是跟國際接軌呢 相信香港的高層高官 有他們自己的盤算 自己決定的 至於有多少影響 我就沒有辦法可以說到這一點 如果用政治的天氣去形容香港 現在你會怎樣形容呢 香港普朝還是英語連綿 還是 我想香港現在的天氣 我想香港現在的政治天氣來說 都會面對很多挑戰 大家都知道 香港現在的環境和以前很不同 在我離開香港之前 香港可以說還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新聞自由 當時還有一些比較感言的傳媒是可以發聲的 另外也是 立法會裡面也有經過普選產生的議員 現在你的份量 就是成份來說 就是比例來說 已經是少了很多 我想這些都是客觀的事實來的 可以說在香港的朋友 都要用一個自己可以覺得安心的心情 去適應這個新的香港的常態 或者有些朋友 如果是積極考慮移民的話 就可以做更多的準備功課 那最好有沒有說 之前大家看開你的節目的香港朋友 現在是我這個頻道再次見到 你有什麼想跟他們說 我的頻道其實都講不同的話題 雖然主打科學天氣 但是其實有關其他社會科學上面 或者數字分析數據 都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這方面的資料 就鼓勵大家看回胡思聊天 胡思頻道 就看回這個胡思頻道 就可以上我的頻道 繼續聽我說兩三次 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數據 科學天氣這些不同方面的資訊 好的 我們期望你下次在我們頻道 和大家分享你的胡思亂想 好的 多謝你胡思 好 不用客氣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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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